今天能夠接任警務處處長 繼續為香港的治安作出貢獻 其實是我畢生的榮幸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收看東南傳媒的熱點零距離 我是忠誠勇麗 心繫社會的警務處處長鄧兵強 熱點零距離 我是金陵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熱點零距離 我是金陵 在過去一年間 我們香港警隊無懼暴力和疫情的洗禮 齊手攜心為香港恢復秩序 和市民一起齊生抗疫 守護香港 贏得了我們香港市民大大的點讚 而今天我們熱點零距離節目 非常之榮幸可以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 警務處處長鄧兵強先生 處長你好 金陵你好 謝謝你邀請 我們很多人都是你的粉絲 十一月剛好是你上任的務處處長一周年的時間 我們國安法都實施了半年的時間 從去年十一月你當初的能危壽命 到成為首批美國所謂制裁的香港高官 到今時今見到香港社會逐漸恢復秩序和平靜 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麼 你覺得怎樣評價香港這一整年呢 我想我感受最深刻的是 現在叫做恢復一個相對平靜的社會 因為回想回剛剛上任的時間 這個社會都是很混亂的 當時是中大被暴徒是郵輪員 大學站都打得壞了 然後輪到理工大學 整個紅磡海底隧道被人打得壞了 四處汽油彈和市民都不太敢出街 怕可能廣東話講得不正一點都被人打的 我們出街不敢講普通話 是的 到現在社會是叫做平靜 除了因為疫情的影響之外 市民大致上的生活都會回復正常 在過去半年也是極少汽油彈事件 或者這些是出街市民因為不同意見被人打的 這樣要回復相對平靜的社會情況 其實這個我是很欣慰的 也是我過去一年最大的感受 其實是剛才的我們處長 一哥都有講到紅磡海底隧道 其實當時我記得我當時看過電視畫面 我們警車六百萬的一個警車 整個好像火灼一樣 其實我當時哭了半個多鐘 我們很多市民在去年的一個時刻 其實心情都很受影響 我相信2020年處長的行動任務當中 位列第一的可能是處理暴力罪案 就是剛才你說的 特別是視起青少年街頭的非法活動 從處理去年的收賴風波引起的黑暴事件 到今年警隊處理一些群體事件 我們很明顯感受到警隊在處理手段方面 效果更加好 手段更加高明 可否談一談 去年到今年我們警隊工作的改進 警隊是怎樣防範打擊暴力犯罪 又如何預防校園的暴力死灰復燃 我上任初期最主要剛才提過 暴力情況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主力都是要止暴制亂 當時我們就用了一個 光柔並濟因時制裂的方法 即是我們要嚴正執法 是有一個很清晰的底線 任何人犯法我就會抓 沒有僥倖的 你不會想著犯了法 人多過走掉了就沒事 是沒有僥倖的 這條底線是開得很緊的 但相對地對一些年輕人 可能是受別人鼓動 而出來作出一些犯法行為 我們盡量用一個比較寬鬆的方法處理 例如我們可不可以不檢控 對一些18歲以下 然後設立條件的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 是警司警戒的方法處理呢 到現在相對地是社會的平穩 我們也要面對一些 由過往一年帶來一些 不守法意識的問題 剛才你提到很對的 就是在校園裡的欺凌問題 其實以往都有的 但以往來說 就真的有些欺凌 可能是罵你 搞你的書包 但我來見過過往一年 由於這個不守法意識 特別在年輕人那裡 是滲透得很厲害 出現了很多就是一些 實質是群吐 甚至是一巴巴打下去 一些侮辱性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我們在處理這些事件 首先第一方面 希望學校真的要報警 不要私下了結就算了 自己就處理了 即是你私下是處理不到的 很多時候就是欺凌之後再繼續欺凌 所以學生就有囂憾的心態 是的 一定要報警 報警之外 我們就會著手去處理 應該是調查就調查 以及我們也是 剛才提過 我們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如果是很嚴重的 沒辦法了 可能真的要考慮檢控 但如果相對不太嚴重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警私警戒 或者用一些手行為的方法呢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是一定要在 執法和懲處方面 以及在更新 以及希望他們做好方面 都會一直下功夫 剛才我們處長方向很好 在公由並制 其實見到在你和警隊同袍的努力之下 整個社會的暴力事件已經顯著的減少 其實我自己感受到 特別去年一年 一年 長期以來 其實警隊或者我們的家屬 經受很多委屈 誤解 攻擊 欺凌 起底 直到最近 都見到你出席一個區議會的時候 是遭到拒絕的 有人將警隊形容為 是政治磨心 你怎樣看這個政治磨心 這個比喻呢 首先就是 你剛才提到區議會 是被我出席 這只不過顯示 他們是不敢聽真話 因為我過往去到 我都是很敢言的 有個一句說一句 不好意思 我不是問責官員 我又不能問責下台 我理直氣壯做得好 只是一些懼怕我正義的人 想我辭職 多謝 亦都是我希望集中討論 治安問題 但如果你們 那些區議會 是禮橫之曲 抹黑 我一定要說真話 如果你心中無據 你怎會怕你出席 對嗎 對 你說得很對 因為全部我去這些區議會 都是直播的 市民看得很清楚 究竟誰說真話 誰說假話 是很清晰的 剛才你提到 政治磨心的問題 首先我們警方很簡單 我們是執法部門 我們是附有執法的 是 代表是公義和正義的 事實上都是 誰犯法我就要抓誰 誰要破壞香港治安 我就要去抓他 我就要維護香港的安全 可能很多人 怕我們執法有效率 很多犯法的人 就是怕我們 所以唯有 就說我們 你們不是普通執法的 你們有政治任務的 要視乎 就將政治簡 推在我們身上 就抹黑了 其實我們 不會看政治的 我們純粹看有沒有犯法 看誰犯法就抓 所以對於這些 是他們所說的政治磨心 我又不覺得是一回事 因為我們 每個人都是 心是很清晰 我們是為甚麼呢 是為執法 為社會 我們與政治 是知不上任何關係 所以我們深存正義 我就不怕他們說些甚麼 是的 你是 依法辦事就無龐大 深處正義 就無懼別人各種的抹黑了 其實剛才處長也有說到 有些人是怕你們依法辦事 執法 所以他們就刻意去抹黑 但是社會撕裂 大埔境下 我們真的看到有些人 是持有偏見 或者是非常仇視警隊 特別的這一年的政治風波 這些市民或者是議員 未來警隊又如何去拉蓋 與他們之間的距離 如何消除他們身中的壁 首先 我想很多市民都是因為 一些不正確的消息 甚至一些假的消息 或者一些煽動性的消息 就影響了 覺得對我們的看法 是不得過客觀 是 我們來看看 為甚麼這麼多抹黑的報導 為甚麼要針對我們 其實最主要是說 首先有些人是犯法 犯法的人是賤驚我們 唯一是抹黑我們 又或者一些支持犯法的人 又或者一些縱容犯法的人 又去抹黑我們 還有一些更加差的 可能是深存想危害國家安全 或者這些人想分野國家 又或者勾結了外國勢力 又想危害國家安全 相信大家都看到 是一個有權有勢的媒體大老闆 手頭控制一個媒體 他要怎樣都可以 而他亦都 過往一向都是毫無遮掩地 要求外國去制裁香港 或者影響香港 而事實上 這個人後來都被我們拘捕了 因為一些和外國勾結 危害香港安全被他們拘捕了 在這麼複雜的環境下 我們是不難理解到 有些人特別是想危害國家安全 要抹黑我們 我們面對這些抹黑 面對這些煽動 我們怎樣處理呢 首先第一樣 我們要將真相說出來 所以你看到我們 很多時候有些是 假的消息 不正的消息 即刻澄清 譬如說 新屋領有性侵 即刻澄清 而事實上 大家在法庭也揭露了 就是有一個人 將這個假消息 拿出來說 於是很多人 不停滾雪球地說 事實這些都是假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將這些假的事 澄清和剪輯給市民看 第二樣當然 我們也要加強透明度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誤解 是基於不了解 譬如剛才舉個例子 新屋領是否有性侵 我就開放給你看 我就給傳媒朋友 我就給立法會員去看 是證明是沒有問題的 這也是我們要加強透明度 當然 我們也同一時間 有個新有 就是我們自己 都出一些社交媒體的直播 很多時候在現場 只有一個傳媒 有些傳媒在一個角度拍 只是從暴民的角度拍我們警方 但從來沒有人拍到暴民 其實是因為一些暴民的暴行 所以我們警方 才必要用一些最低的暴力 我們加強了我們自己的社交媒體直播 其實這也是展露給公眾人士 究竟整件事情是怎樣 當然我們專業的警隊 我們自己都時刻要自強不適 是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不應該說 這也是我們最重要是自強不適 我們都看到我們警務處或處長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再去消除這些大家的誤解 但真的見到有很多委屈 我之前見到一個訪問處長說 太太拿著幾件衣服 或者送了一頓飯 你的眼都塞塞 其實我相信不單止是你 或者是我們很多同袍 在過去一年的時間 都面對很多時候這種心酸的時刻 可能在我們面前 你們是要依法執法的一個形象 但背後你們可能都有些英雄的眼淚 我們都是人 我們是心存正義 我們是警察 我們的職責就是要對付這些壞人 但剛才你也提到 我們為社會做事無私 我們不是為自己的 這是職責 但換回來 有部份人是抹黑我們 還要指責我們 其實我相信同時也有一刻 是有點心酸的 有些不好受的感覺 就是覺得我全心全意 無具 無威無具 為社會 為什麽被人說呢 所以我們在我上任之後 就用了一個新的一個口號 就叫忠誠勇毅心係社會 其實這個正正是說出 為什麽我們面對這麽多辛酸 都要咬神牙根去做呢 因為我們忠誠 這個是我們對警隊的忠誠 對社會的忠誠 和對國家的忠誠 我們就是面對這麽困難 都繼續勇往直前 這就是我們勇毅之處 我們都是為了社會 所以就是心係社會 亦都是透過這個口號 令到另外一個同事 重新振作上來 說得非常好 所以其實我們 包括我 我身邊很多朋友 都在最艱難的時刻 都去警隊表達我們的支持 當然我相信 不單止我們這些行動 是來支持你們 都有很多深鮮的血液 加入我們警隊 這也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好像前幾天 你在警察學院的一個 這個禮上的支持 你希望所有的警員 都智者不惑 淫者不憂 勇者不懼 我們要堅持自己 守護香港的初心 和將這份信念 轉化成為鞏固 和強化警隊 維持治安的能力 亦要在奮鬥的過程中 用最適合的方法和節奏 去實踐警隊的步伐 作為前輩 你見到這麽多的 葉血青年 在警隊經濟了這麽多的 困難和艱難時刻 都依然是 艾然去加入警隊 你的感受是怎樣 我覺得我們將來 警隊是非常有希望的 因為我也是有機會 接觸一些畢業的學員 特別是剛剛這期 畢業的學員 他們正正在 這個理大事件 和中大事件之後加入 其實在這件事件中 他們都看得很清楚 警察的辛酸是什麽 是被人用箭射射腳 被人用刀戒頸 有機會被人用腐蝕性液體能 亦都是工作很長的時間 可能家人會被人起底 但為何他們都在這麽困難的情況下 都選擇加入警隊呢 就是一份正義 因為他們都認為 這個社會總要有人出來 保護我們的市民 人人都不做誰做 於是負責一群 很願意承擔年輕人 加入警隊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將警隊非常有希望 我記得你當時也有說 心有所信 方能行遠 正正是因為他們心中 有他們的信仰 他們相信他們站在正義的一邊 終於可以將那些 所有的邪惡去打倒 我們希望所有警隊的同袍 可以將你說的自仁勇 這些智慧 發揮在他們的工作中 繼續守衛我們香港 不忘守護香港的初心 將這些強化為 我們警隊維持治安的能力 很多謝今天我們的鄧炳強處長 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問題 不過我們第一集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其他問題我們下一集 繼續請我們一起繼續和大家聊 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 多謝